昨天呢我们的东北老乡演员马苏到沈阳了 哎呦喂那老乡见老乡是两眼直放光啊 马苏一出现哇掌声尖叫声散叹声是声声入耳啊 昨天马苏一袭黑色抹胸长裙 漆皮银色高跟鞋扎着短短的马尾 虽然称不上惊艳但绝对吸引眼球 马苏是哈尔滨人 曾出演过很多青春励志的电视连续剧 这次来到沈阳也是为了她的新作品 结婚前规则皮鲜欲热 我现在在北京拍摄一部新戏叫做结婚前规则 其实是讲的80后或者70后的小夫妻 因为一次就是不打不撞或者很不容的事件 两个人就突发性的领证了 然后就在一块结婚了 这个婚姻过程其实很 两个人很不对路子的 是讲的一个适合的一个过程 就是一个性格挺跋扈 挺开朗 有点小暴力的一个 80后的一个女孩子 也是一个比较接地气的一个电视剧 接下来我还会继续寻找生活当中那些很感动的一些人物 然后去创作每一个人物 在前几部戏中 马苏都是以温婉可人的形象出现 这次出演的角色也是对她在演技上的挑战 马苏说 在这部正在拍摄的《结婚前规则》中 自己也悟出了不少爱情哲理 东北姑娘就是好看 而且爽快 俐落 直直 马苏是哈尔滨人 1998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舞蹈系 之后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踏入了影视圈 现在马苏的戏路是越来越广了 你看代表作业越来越多 什么大男当婚 北京青年 新白发某女传等等等等 而且都还是受到好评了 被誉为是新近热播剧 新近热播剧女王 对这回来史阳 马苏还有一项重要的任务 就是宣传自己的新剧结婚前规则 演戏归演戏 其实马苏自己还是悟出了不少爱情的哲理 竟然如此 一定要用到自己的爱情当中 学以致用 嗯 嗯